大家好,我是ZQ,那么很高兴这次能给大家带来这期节奏视频 那么这期视频是一把个人禁忌狙击战沙漠灰这张图 然后12分钟是杀了134个 但是这个拍大师来了来月经了,这个没办法 然后后面两分钟没有了,只剩前面九分半 然后前面九分半大家可以欣赏一下,杀了是106个 然后最后杀敌数确实是134个 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那就算了 然后我来给大家说一些事吧 就是说以前就是说我的一些视频 然后很多人都是就是说遇到一些人吧 就说我是开挂打的 然后还有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么我想说的是今天你看完这个视频 然后你再做出一个定论吧 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开挂的 因为以前出的视频嘛都是剪辑过的 当然我做视频都喜欢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也喜欢把最美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所以说可能会感觉到比较虚幻什么东西的 但是那确实是就是说剪辑完了以后 确实可以达到那种效果 但是如果我不剪辑的话这种无剪辑的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我还是有很多水枪的 因为我也不是挂 所以说我也做不到那种北伐本胸的那种命中率吧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看清楚了 然后这期就是说来给大家解说一下这个 这个个人经济应该怎么打 首先就是说个人经济用什么打法 就是说杀人比较多 然后就是说主要就是用连镜或者边镜吧 然后相结合一下更好 因为连镜和边镜都是有各自的优点的 然后这个连镜就是说一枪打完以后 然后右键就是说把准性恢复 不是把准性恢复就是把狙击收回来 然后看到人在继续开枪那种 我感觉就是说这种打的比较连贯 但是有一种缺点 像有一种什么缺点 就是说你在收镜的时候 如果旁边出现敌人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来不及及时开枪的话 可能会被别人打死 那么我在这里就是说运用了连镜和边镜 就是说相结合的一种打法 然后边镜是什么东西的 边镜就是说打完一枪按住左键不放手的那种 然后等敌人出来了 然后再开枪 然后边镜呢这种打法就是说 可以有效的避免了刚才那种情况的发生 然后但是也有一种缺点就是什么 比如说非常远的那种距离 如果就是说你一直憋着的话 单背镜可能就是说打的不是太准 因为可能也要瞄的时间长一点 所以说就是说这边连镜和背镜相结合的方法 就是说什么时候该用连镜 什么时候该用憋镜 然后远距离的时候可以用一下连镜 就是说把镜子开到双背 然后这样打的话稍微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复活以后尽量少切枪 尽量少切枪 因为可能有一些盾复活点的 或者是刚刚在你附近的人 就是说他正好瞄着你 如果你切枪的话你就来不及了 对不对 比如说就是说A大那个点 那个点是非常危险的 你如果你一出来就切枪的话 那肯定会死得很快 然后这个视频里面 我在A大死的也是比较多 因为这个地方 怎么说呢 那个点确实不是很安全 但如果你能把那个点卡下来的话 那么杀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就是说你在那个点卡下来以后 就是说WC那边两个点三个点 一直到那个A门那个点三个点 然后加上加上那个A平台 然后桥下 还有就是说原来就自己在的那个点 还有加上就是说比较远距离的那个 紧加那个复活点 就B门外面那个复活点都可以卡到这些点 如果B里面有人出来的话 就哪怕是在那么远的地方都能达到 所以说那个点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嗯介绍一下B门这个点吧 B门这个点也是非常好 还有A门这个点 所以说怎么说 怎么怎么说呢 嗯就是说 啊卡点灵活多变 然后走位一定要就是说 嗯掌握好吧 就是说你出来以后 该往哪个地方走 嗯 介绍这么几 刚刚介绍的这么几个点 那个A门 然后 就是说 嗯A门就这边 差不多WC这边吧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A大 里面那个点就是靠近那个平台 A平台那个点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闭门那个点然后 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还有就是说哪个点我告诉你啊 就是 嗯 那个狗就是那个什么点啊 斗二层那边 斗二层那边有个点 然后那个点杀的就是说 可以在那边来一波连杀 但是不建议大家在那边多留 然后打完一波以后 可以就是说直接往B里面走 然后这样 或者直接从中门下去 中门下去 中门那个点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刚刚我一上来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我在中门那个地方也有一波急杀 就是说那个点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 嗯 没什么太多的想和大家说吧 嗯 也算给大家带来一些 经验和心得 然后就是说以后会给大家出一些教学视频 然后 这个月想冲一下新人榜 新人榜前十 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把新花给力一些给我刷起来 因为我家里电脑现在确实不给力哦 真的不给力 哪里不给力呢 就是说电脑不能打游戏 真的不能打游戏 所以说可能就是说 嗯 素材呢 可能会有一些以前的但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啊 不一样的感觉 可能就是说做些特效啊 或者干嘛的 然后 嗯 教学呢 可以会出一些 因为教学视频的话 可能就是说 需要上游戏去打那些素材了 那些 可能就是说 嗯 反正就希望大家能够给力一些吧 好了 不多说了 大家慢慢看视频吧 好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